今天我們建榮要帶來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高麗菜盛產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一個高麗菜捲 不過我發現你選的高麗菜很不一樣 你是不是 因為我們知道在國外的高麗菜 跟台灣的高麗菜也不太一樣 是的 所以說我們在選高麗菜 因為今天要做包捲的動作 我希望大家來仔細看我們今天 建榮老師帶來這個高麗菜 你要選體積大一點 就是說它的直徑比較寬的 比較好包 不要選高高瘦瘦 是的 OK 但是真的我們講 如果是用炒的高麗菜 那就要選頭尖尖的 很脆對不對 對 因為那叫高山種 今天我們選用的是台灣本土高麗菜 但是是平地種 就像主持人說的 我們選用平地種的情況之下 它的直徑會比較寬 它的底部的部分會比較平 平 所以等一下在我們做高麗菜捲的時候 它才是我們想要的一個食材 比較容易馴服 對 才捲得起來 這個高麗菜可能觀眾朋友都會想說 我們怎麼樣讓它高麗菜 就是層層的把它剝開 像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啊 觀眾朋友看到這個畫面 我很驚訝 所以我很想知道說 老師你這個事先做好的 大家一定不曉得怎麼回事 所以一定要跟觀眾朋友 交代得非常清楚 怎麼樣才可以取出 這麼完整 這麼漂亮的一個高麗菜的葉子 好的 主持人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小屁股 這個秘訣 跟觀眾分享一下 我們在這個高麗菜 在選購的時候 除了它的直徑比較寬以外 我們要記得 它的蒂頭的部分 必須要在比較正中的部分 中心點 用斜刀四十五度角進去 成為一個圓周 將它中心的部分取開 這個時候將它 直接丟進去嗎 對 我們把它放進去 現在我們這樣 把它泡的情況之下 我們用一個湯匙 記得我們中間 也已經有挖一個圓形的一個洞 把它往中間的部分 灌水 對 去淋 自然而然的 它會膨脹 它會 它因為我們熱水部分 熱脹冷縮 所以熱水部分 進出到蔬菜的中央 它就會很平均的 在葉與葉子的中間 成全一個區隔 並且熟化的一個現象 好 這時候火要關嗎 其實你小火也可以 關掉也可以 當然這一道類 我們希望說在你溫度的拿捏上 不需要太高溫 因為畢竟我們希望 等一下產生的高麗菜捲 吃起來是還有保養 高麗菜的甜味 還真的耶 好厲害喔 建成老師 你太厲害了 是的 在我們剝下來的高麗菜葉 我們是需要用冷水或是冰水 去把它冰鎮一下 讓它的葉綠素呈現出來 在我們的高麗菜葉上 看起來會比較清脆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先示範一下 如何讓等一下高麗菜捲好包 我們必須在冰鎮之後 當然我們剛在冰鎮之後 將把它凸出的梗的部分 對 把它給去掉 給去掉 是的 把它 平鎮在這個上面 還有這一個部分 把它平鎮去掉 這樣子的高麗菜葉就是一個 非常平整的一個高麗菜葉 我們會順著高麗菜的紋理 也就是說 當高麗菜的碗形 是朝內的時候 我們會以高麗菜朝內的方向 也就是說它的梗 在內部的部分 去做一個鋪設 當然有一些破損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一定會用兩葉 對 去做一個焦底的部分 好 好 接下來 做一個 修飾 這些都不要了 是的 這些其實當然在不浪費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包覆在它的裡面 對 它的裡面 那我們先放旁邊 那我們今天要包的高麗菜捲 內容物有 小黃瓜 有棒絲 露樹芽 生食蟹腿 再帶上我們的胡麻醬 這是一個很健康的蔬食 那我們像小黃瓜呢 做一個1.4的動作 做這種高麗菜捲的時候 如果沒有立即要食用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會建議 我們把中間的這個小黃瓜 這個蜜子給去掉 為什麼 因為小黃瓜內心的籽 它比較不耐溫度的變化 會比較會有就是軟 出水 對 出水或是軟爛 甚至會比較有 會質變的一個風險 那如果是在它的肉的部分 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而且在包覆的情況之下 因為等一下我們必須 用我們手指的力量 去把它做成一個捲 所以如果你的這個紙在裡面的話 有時候會因為你用力的不大 而造成你整個高麗菜捲在觀感上 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的好這樣子 好 那這是我們小黃瓜的前置處理的部分 回歸像我們剛剛的一個料理菜 用你的食材 對應一下 OK 它一個小黃瓜的長度 其實跟咖咖咖的長度差不多 我們可以做一個接縫的動作 所以大概只一條半 這個時候我會再放我們的蟹腿肉 增加它一點 這個蟹腿肉就是一般 我們在超市會賣的那個 是的 可以生食的 其實它不是真正的蟹肉 它是用一些像魚板 去把它做成蟹肉的這個形狀 那當然你要用新鮮的也可以 可是新鮮的 你必須把它燙熟之後 才可以放到這裡面 加油 這個時候我們再放一些牛蟹絲 因為牛蟹其實是一個 很健康的食品 這個時候因為它這些東西 都是比較硬的東西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中間 放置一些健康的木樹芽 然後讓它成為一個配角 但是是可以把其他的食材的味道 給襯托出來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現在 高麗菜的紅毛高麗菜捲裡面 所需要的食材 這個時候我們把它朝內 做一個捲動作 所以就是從自己的身體 往外捲出去 那一邊捲的時候 一邊要稍微 就是說把它往內 把它回縮一點 沒錯 主持人非常有經驗 好 這個時候 這好完整 而且很長一條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長的一個捲 是 那這個時候我們把它對切一半 這是一個 我們節省一個刀工的方法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把一些 為了美光我們把 掐頭掐尾就不要了對不對 對 掐頭就不要了 老師不能不要啦 媽媽都也是 這個就是我的那一份了 這時候我們希望因為 是切一個 成雙成對的素食 所以我們會切十二 我想主持人應該有聽到 它清脆的蔬菜 有 聽到那個小黃瓜這樣 咔嚓的聲音 其實這一道料理真的非常適合 不管是夏天 減重 或者是說下午查時間的時候 你肚子有點餓又不是很餓的時候 來吃 然後老師配上這個蟹肉棒的橘色 跟小黃瓜的這個綠色 看起來就很好吃 當然不免除的 我們還是要請主持人 幫我們試一下 今天的原味的部分 原味的部分 那我就先吃這個去頭去尾的 主持人 辛苦了 其實主持人 這裡有一個關章門為您 我那個我要沾胡麻醬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好甜喔 你剛剛有加糖嗎 我們吃的是高麗菜 它最自然的甜味 好甜… 這個時候呢 這是我們搭配的胡麻醬 胡麻醬它本身的香氣 是能夠帶點甜 帶點鹹 帶點香 然後再加上蔬菜的這一個 高麗菜捲的一個搭配 它能夠讓這道菜變得非常的幸福 OK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道呢 胡麻高麗菜捲已經完成了 謝謝我們的建榮 但是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要把他今天的助理呢 帶來跟觀眾朋友說一個Hello 你看這麼可愛的這個小葉助教 跟觀眾朋友說Hi OK 好 我們希望下次呢 我們的小葉有機會也可以 跟觀眾朋友分享呢 他自己很喜歡的料理 希望今天我們建榮帶來的 這兩道料理呢 觀眾朋友會喜歡 當然也不難做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 有時間 請大家一定要嘗試做看看 我們下次見囉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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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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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石stein 這個羊投壇 我們一下目標的 第一條 Bonus 積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